大家好,我是子莉,今天我来分享一些非常棒的套种范例 套种,Relay Cropping,也叫接力种植,是指在一种蔬菜生长的后期,及时种上后继作物 比如在种窝笋的空隙处,种下辣椒,等窝笋收了,腾出空间给辣椒 建种,也叫同伴种植,是指同时种两种以上的作物 传统的例子就是Free Sisters,玉米,南瓜,豆角 另一个经典的组合是,西红柿和香草类植物,比如罗乐,紫苏 对小菜园来说,合理利用建种和套种,可以提高产量和质量,减少杂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六种蔬菜的套种组合 大蒜,莴笋,西红柿,薯叶,罗乐,冬瓜,六姐妹,比三姐妹还要厉害哦 相信你看完之后会跃跃欲试 去年11月中,种了大蒜,一龙地种了两排 种大蒜之前翻了地,混入peat moss,鸡粪和草木灰 种完大蒜后又盖了一层,农场的马粪当mulch 到了今年4月,蒜苗郁郁葱葱起来 移栽莴笋苗 因为去年底肥足,种莴笋的时候 每个学抓一小把颗粒鸡粪混合,就算上好肥了 早春,土壤湿冷,大蒜一般不需要浇水 只是对着中间,洗水的莴笋浇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的菜床之间的距离比较宽 看过我的种南瓜视频的朋友 知道我是用过道,爬地种瓜的 5月底,莴笋长是喜人,很快可以见苗吃了 我在空隙处种下了西红柿苗 6月初,开始收获粗大的莴笋 叶子和笋都很好吃 同时,见缝插针的,插上一些薯苗 6月6号,发现蒜苔开始打弯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美滋滋地吃了好几顿比筷子还要粗的蒜苔 莴笋也来不及吃了 等拔完莴笋,西红柿四面舒展开来,开始拼命地长 同时,薯苗也悄悄地扩展地盘,可以摘嫩尖食用了 7月初,大蒜叶子开始发黄,准备收大蒜了 一头头大蒜都很饱满,大部分腰为8至9英寸,有些达10英寸 7月中,早熟品种的西红柿Early Girl和4th of July硕果累累 这时候,种在过到一头的冬瓜苗也爬过来一起凑热闹 西红柿开始分批成熟 8月1号,看到冬瓜也长得挺大了 9月份收了两个大冬瓜,都在20磅以上 爬得更远的冬瓜,很快占领了已经拉秧的西红柿的架子 因为时间空间上的巧妙安排,这些蔬菜都有丰收 而且品质口味上成 由于露出的图表很少,杂草也没有机会冒出来抢营养 今天介绍的套种蔬菜,有机会大家不妨试试 更多的套种范例,请关注我以后的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转发和订阅 这样不会错过我的分享哦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